新加坡斥资47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504亿 盖了这是在新加坡第一座的赌场 那么叫做圣淘沙名胜事件 在昨天就在风水师选定 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在上午11点18分 剪彩开幕了 那么由于它象征喜气吉祥的12点18分 在这个时候呢 电子鞭炮还有武师表演生当中来热闹开张了 迎接第一位赌客上门 也希望在火年的时候呢 第一天可以博一个好彩头 我们看到这个名胜事件 它的赌场总共是有500多张的赌桌 最多它可以放2500台的吃饺子老虎 那么除了赌场之外呢 这个圆区里头还有四座非常高档的饭店 跟十多家的餐厅 以及在东南亚唯一的环球影城主题乐园 希望各个年龄层都要一网打进 不过引进这个赌场 其实在新加坡之前也引发了一些正反声浪 那么赞成的人当然是认为可以增加就业 带来观光 但是也有人反对 认为恐怕会影响到治安